你看每一家有祠堂 祠堂春秋祭祀祭祖 平常空的冷 不去就办学 所以这个私俗家学都办到祠堂 祠堂平常就是学校 祠堂宗祠 要用宗啊 宗是什么 这一家最主要的宗祠 最重要的祭祀 圣宗祠园 世世代代的祖先 不忘记春秋要祭祀 圣宗祠园 明德归后 这是教育 小孩从小要的禁祖宗 禁祖宗哪有不孝父母的道理 祖宗距离我们远了 我们展开家谱 十祖是谁啊 福西 福西是我们的十祖 那个时候还没文字了 福西到神龙 神龙集成福西 这都是老祖宗 再到皇帝 福西到神龙 五百年 神龙到皇帝 五百年 一千年了 皇帝到我们现代 四千五百年 所以中国人常常是说五千年的历史文化 这真的不是假的 我们现在应该可以肯定 我们现在应该可以肯定 反映没多久 就有十四个心 十四个心事 以后慢慢反映越来越狂 所以百家姓里头 四百多个心事 我相信应该全部都是汉族 这个炎黄穿下来的后裔 这个家庭发展了五千多年 今天有这么多的人口 一家人 一个老祖宗 我们要肯定